OK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在今天这个时候 有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 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有你的引领 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一切 我们读经 我们祷告 我们在灵里面与你相约 我们每天早上的灵修 沉思默想 神啊 我们都是讨你喜悦的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经文里面 来学习 让我们知道福音的正道 是怎么样持守 感谢神 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被拣选做你的儿女 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眼做光 我们要把福音的正道 带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在他们生命 有苦难的时候 让他们的生命里面 缺少喜乐的时候 他们没有平安的时候 他们知道他们要来找你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渴望把今天的经文 能够真真真切切的 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能把今天的经文 能够吃透了 我们能把今天的经文 带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认识不认识的 我们家人们 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卷书 这卷书叫做Jorge Jorge Jorge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 现在讲审判官 或者是导师 我们昨天探讨过这个字 Jorge 这是复述 Juages Juages 我们这个叫世诗记 中文叫世诗记 所以这些人里面 在我们世诗记这本书里面 这卷书里面 我们要介绍很多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是在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 除了旷野以后 进入迦南地以后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以色列的民族里的重要人物 他们分别是在 这个民族的这个生存 OK 特别是在存亡之秋的时候 他们为以色列的民族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且他们也因为持守 福音的正道 所以神用了他们作为器皿 带领以色列民族 做出很多的贡献 我们来看一下 Chapter 2 第二章 OK The Angel of the Lord 一开始就讲 The Angel of the Lord 这个是耶和华神的 这个天使 当然天使做的工作 就是神的使者了 Went up from Gilgal To Barking 所以这个从这个地方 Gilgal这个地方 上到什么地方去 OK 他到 Barking这个地方来 这个使者天使就说了 I brought you up Out of Egypt 我把你们带上来 我把你们带上来 从这个埃及地给你们带出来 And let you into the land 引领你 Let you into the land 哪一块地呢 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 这块地是 I swore to give to you Forefathers 这块地是我发过誓 然后呢 说要带给你的列祖 列宗 Forefathers 要带给他们的 我都已经跟他们许诺过 承诺过了 I said I will never break my covenant with you 这些耶和华的使者 这天使说的话 其实就是耶和华本身说的话 耶和华说我从来 我绝对不会 OK 打破我跟你们之间的约 Break my covenant 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And you shall not 既然我说了这样的承诺 我说不会打破 跟你们之间的约 你们也不应该破坏这个约 对不对 You shall not make a covenant with the people of this land 你们不能够跟这块土地上 那些居民们 跟他们立约 OK You shall not make a covenant with the people of this land But you shall break down 比如odders Break down Break down是把什么东西拆毁 捣毁 叫break down 你应该把他们的祭坛给捣毁 这个显然这些外民族 他们都不是信耶和华神的 他们信他们自己的神 奇奇怪怪神的 yet you have disobeyed me 然而 yet 语气就一转折了 you have disobeyed me 你已经违背了我的话 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disobey obey是听从 disobey 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why have you done this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have done 这是完成事 也就是你 从过去到现在 为什么你们一直做这样的事情呢 why have you done this 好 第三节 now therefore 那么因此了 因此怎么样 I tell you that I will not drive them out before you 记得吗 如果听神的话 神有应许的 神说要把地赐给你 同时神要把这个地上的这些 其他的百姓 其他的民族的百姓 神会把他们赶跑 而且神会把他们 所有的敌人 亲自交到 以色列人的手上 现在 因为以色列人所做所为 所以 耶和华神说 I tell you that I will not drive them out 我不会把他们赶走了 不会把这些 其他的民族 在你们面前 before you 把他们赶走了 他们会怎么样呢 这些民族会 they will be thorns in your side thorns thorns 是荆棘的那个词 叫thorns 他们将成为 你 乐下 size 这是你的两边 你的两边就是你的腰 乐牌的旁边 乐骨的两边 thorns in your sides 你的腰的旁边的这些刺 and their gods will be a snare to you their gods 注意这个 the gods 小血 所以是指其他这些外民族 他们所拜的这些神 这些不是真神 这些假神呢 就将成为你们的网罗 snare snare是网罗 你那个抓鱼啦 捞虾啦 捕螃蟹的时候 一定肯定要做个网罗 对吧 抓这个龙虾啦 什么时候都要做网罗的 那就是snare 他们的这些 他们所拜的神 就将成为你们的网罗 snare ok when the angel of the lord has spoken these things to all the Israelites 当这个耶和华神的天使呢 他跟大家说完这些话以后 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以后 all the Israelites 这些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 the people wept aloud wept wept是擦眼泪 擦眼泪 暗自的哭泣 在那里哭泣 allow allow 是大声的就哭出来了 wept allow 我们现在读经叫 read aloud 大声读出来 他们是wept aloud 大声哭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下面 and they call that place voking 所以呢 他们就把那个地方 耶和华派来的天使 在那个地方 跟他们说话的地方 叫做voking ok there they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lord 所有的人是在那个地方呢 offer sacrifices sacrifice指的是动物 把动物宰杀了以后 作为献祭 所以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向耶和华神献祭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lord 在barking这个地方 ok after joshua had dismissed the israelites dismissed是 让大家退下去 打发 解散大家 好了 这个会议开完了 dismissed 大家解散吧 这个就是dismissed ok 这个地方呢 after joshua had 注意我们用过去 用的是什么 过去完成式 换句话说 以前约书亚 都有这个习惯的 after joshua had dismissed the israelites 是指以前 约书亚都有这个习惯 他把这个 以色列人解散以后 开会 开完了解散以后呢 they went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他们呢 就各规 自己就去领取 他们自己该占领的土地 each to his own inheritance 到他们自己 继承的产业 土地上面去 他们就可以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他们就可以领取 就有正式的 所有权 土地的所有权 以前的习惯 都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再来往下面看 第七节 the people serve the Lord throughout the lifetime of joshua 所以众人 这里指的 the people 指的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呢 他们都是服侍耶和华 OK 服侍耶和华的 throughout the lifetime of joshua 在约书亚有生之年的时候 OK throughout 他们一直在 他在世的时候 还有呢 后来 反正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 这些以色列人都是 伺候耶和华 都是服侍耶和华的 and of the elders who outlived him and who had seen all the great things the Lord had done for Israel 所以在耶和华 在这个约书亚有生之年 还有那些 长老们 the elders who outlived him 那些长老呢 他们活得 活得比 约书亚 年纪更大 也就是约书亚 死掉以后 去世以后呢 这些长老 仍然活着的 这些时候 他们都 看见了 who had seen all the great things the Lord had done for Israel 都看见了 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 所做的这些 很棒的事情 伟大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第八节 Joshua 我们这里看Joshua Joshua是 the son son of none 他是 none的儿子 son of none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Joshua他也是 耶和华神的仆人 die at the age of a hundred and ten 他死的时候是 110岁 110岁 110 所以Joshua 就离开了 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 还有他死了以后 那些长老们 还活着的时候 基本上 以色列人 没有出什么大乱 他们都是 忠心的服侍 耶和华的 and they bury him in the land of his inheritance 所以他们就把 这个约书亚 就埋了 埋在什么地方呢 his inheritance 他自己的产业 他自己继承的 这个产业上面 at timnah harris in the hill country of ifran 确切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在 if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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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ash mongash 他是属于 mongash的 这个山 gash这个山的 北边 我们来看第十节 after that whole generation had been gathered 在这个 全部之后呢 后来 埋葬了这个 耶稣 以后呢 whole generation 所有整个 世代的人 have been gathered 他们都 gathered to their fathers 归了自己的 列祖 他们都归了 自己的列祖 也就是说 那个世代的人 差不多 跟约束亚 同一个世代的 那一辈的人 因为约束亚 已经算是很高龄了 他活到110岁 所以在那个时候 整个世代的人 他同年龄的 那个整个世代人 差不多也都 所谓的归息 就是归于他的列祖 回到天上去了 归于自己的列祖 就差不多都走了 Another generation grew up 当然约束亚 走了以后 他都活了110岁 之后 另外 Another generation 另外一个世代 年轻的世代 就兴起了 They knew neither nor 你看这里 有个neither nor 他们不知道 A也不知道B 什么都不知道 新的世代兴起呢 这些人是 不知道A也不知道B的 不知道什么呢 他们不了解 耶和华 不知道耶和华 nor What have done for Israel 也不知道 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做了什么事情 所行的事情 他们对于耶和华神 这不太清楚了 不清楚 耶和华神 也不清楚 耶和华神为以色列 做了什么事情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好 11节 Then The Israelites 然后以色列人 做什么事了 Did evil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他们做了恶事 这个恶事 怎么评判 是恶事呢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在神的眼中 耶和华神 看为恶事 And serve the bow Bows Bows是另外一个神 他们就不太信奉 这个以色列神了 他们做了恶事 是以色列人 是这个耶和华神 眼中的恶事 OK They forsook forsook 这个forsook s for safe 的过去是 他们就离弃了 离弃了耶和华神 forsook the Lord 原形是for safe F-O-R-S-A-K-E for safe 现在变成forsook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 这位神是谁的神呢 The father The God of their fathers 是所有以色列人 祖辈的神 Their fathers Who had brought them out of Egypt 这位神 耶和华神 就是带领他们祖辈 离开埃及的 所以他们就 背弃了这位神 They followed and worship various gods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m 这些以色列人 这个they指的是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开始 追随 OK 追随 他们去追随 他们也去崇拜 Worship Virious gods 各式各样的神 Virious 各式各样的神 of the people 怎么会有 各式各样的神呢 这些神都是 the people around them 就是在他们周围的 这些其他的民族 除了以色列以外的 因为有很多民族 跟他们混居 所以这些 其他民族的 他们的神 各式各样的神 就开始 以色列人开始崇拜他们了 就开始拜这些 这些都是摩西讲过 约瑟雅讲过 再三听明 不可以的 OK they provoke the Lord to anger provoke provoke是招惹 惹起 挑起什么事端 叫provoke 他们就惹的 这个耶和华神呢 angre 发怒的阶段 惹的 惹的耶和华神 就发怒了 OK because they forsook forsook him 因为他们离弃了 他forsook him and serve Bao and Asteret 他们去拜了 两个其他的神 叫做Bao and Asteret OK 他们去拜了Bao and Asteret 他们就离弃了 耶和华神 去拜这两个神 and his anger against Israel 所以是 耶和华是带着怒气 在他的怒气之中 他要对付这个 以色列人 向他们发作 and his anger against 对着以色列人 发怒 against Israel the Lord handed them over 把他们 耶和华神 把他们 handed over 是把他们 交出去 亲手把他们 交出去 交出去给谁呢 to raider OK 所以他就把他们 交出去给他们的敌人了 是不是 给他们的敌人 raiders OK 交给那些敌人 交给那些 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 就是他们的 与他们为敌的这些人 raiders who plunder them OK 所以raiders 是指的那些就是 突然来袭击他们 可以打 攻打他们的人 raiders raiders 是很快的动作 突然来 来攻打他们 who plunder them OK 他们呢 抢夺了这些 OK 他们抢夺了这些 以色列人的东西 OK He sold them to their enemies all around He 指的是 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呢 就把他们 交付给 这个地方 用一个sold 好像把他们 出卖了 他把以色列人 卖给了 他们的敌人 意思就是 把他们都 交给这些敌人 他们就不再 打胜仗 right sold them to their enemies all around 在他们周围的 这些敌人 耶和华神 把他们都交出去了 把以色列人 交给这些敌人 whom they were no longer able to resist 所以呢 因为耶和华神 不高兴 他们这样做 他们背弃了 以色列的神 背弃了耶和华神 所以耶和华神 就把他们 交给敌人了 那这些呢 they were no longer 他们不再能够怎么样 抵抗得了 resist 是抵抗 ok 没有办法再抵抗 这些他们周围的 这些敌人了 没办法 就站不住脚了 第15节 whenever Israel went out to fight ok 无论什么时候 以色列人 他们出去打仗 went out to fight 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against them to defeat them 任何时候 他们出去打仗 这个情况 业绩跟以前不一样了 攻击不一样了 现在耶和华的手呢 是对付以色列人的 攻击他们的 而且defeat them ok 就对付他们 而且宰杀他们 defeat them 让他们 把他们给打败了 just as he had swarmed to them 就如同 耶和华神 跟他们发过的誓一样 耶和华神说过 你们不可以违背我 违背我的话呢 神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是吧 这都是他发过誓的 they were in great distress distressed 所以他们就在 非常的痛苦之中 ok 因为现在 耶和华神不再 帮助他们 来打圣仗了 in great distress distress呢 是一种窘迫 很困扰的情况 很苦恼的情况之下 所以they were in great distress 有以色列人就非常苦恼 非常窘迫的状态 因为他们不再打圣仗了 16节 Then the Lord raised up judges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的耶和华神呢 就开始兴起了 他兴起 raise up 我们学过这个raise up 把什么人兴起 他就开始兴起了judges 这些事师 ok 兴起了一帮人 这些人就是事师 judges who save them out of the hands of these raiders 那这些judges 这些事师 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就拯救了 所有的以色列人 救他们 从什么中间出来 out of the hands of these raiders 从这些 袭击他们的敌人手中 把他们给拯救出来 所以就是靠着这些 不同的这些事师们 所谓的judges 这些事师呢 以色列人之中就出来 神立了很多 神兴起了很多的事师 让这些事师 可以拯救以色列人 让他们从这些 突击者 袭击他们的敌人的手中 把他们给救出来 17节 yet they would not listen to their judges 然而呢 事师都已经起来了 这都是耶和华神 亲自安排的 兴起的 但是他们 they would not listen to their judges 他们就不听事师的 but prostituted themselves to utter gods 这个地方呢 是prostituted 动词是prostitute 但是他们是把 让把他们自己 行淫 他们自己跟什么 行淫呢 他们自己跟其他的 神行淫 prostitute themselves to utter gods 所以人怎么跟神 行淫呢 这个地方 指的就是说 他们呢 是这是邪淫的动作 因为他们 不应该信这些 其他的神的 所以他们 跟别的神行淫 指的就是他们 离弃了耶和华神 他们反而要去摸拜 去崇拜 这些其他的神 OK 所以prostitute themselves to utter gods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worship them 他们去崇拜 其他的神 好 unlike their fathers 他们不像 他们的祖辈 they quickly turn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ir fathers had walked they quickly 很快的 很快的 quickly 他们跟他们 以色列人的祖辈 也是不一样的 以色列人祖辈 好歹 还很敬畏神 不会 不至于这样 但是这一代 年轻的以色列人 我们前面讲过 他们不了解 耶和华神 不知道耶和华神 为他们 做了些什么事情 所以呢 他们就是 去拜别的神 很快的 turn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ir fathers had walked 他们从 他们祖辈 祖辈所走的 那条路上面 the way in which their fathers had walked 从他们祖辈所走的路上 那就是福音的正道 追随 耶和华神的正道 他们从那条路上 turn 已经很快速的转身了 就是偏离了 他们偏离了福音的正道 不再那样子 一心一意的爱 耶和华神 专心的仰望 耶和华神 他们从这条 福音的正道上 已经偏离了 turn the way of obedience 那是这条 福音的正道 是什么道呢 就是the way of obedience to the Lord's commands 这条正道 我们指的就是 顺服 obedience 是非常顺服 顺从 顺从耶和华神的 指示的 这条福音的正道 他们就不再 听从耶和华神了 所以这条道 就是obedience 最后他们就 不再顺从 耶和华神了 Whenever the Lord raise up a judge for them Whenever 每当 每当这个 耶和华神呢 他为他们 兴起一位 试诗的时候 给他们兴起 一位领袖人物 给他们一位 judge 好 他们现在又 遇到大麻烦了 那就 耶和华神 就请一个人 来领导他们 指引他们 每当这个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 He was with the judge and save them out of the hands of their enemies as long as the judge left Okay He was He was 指的这 耶和华神 每当耶和华神 他兴起试诗 一位试诗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怎么样 With the judge 他会与这个 试诗同在 而且呢 Save them out of the hands of their enemies 他会保护 拯救 以色列人 把他们 从敌人的手中 The hand of their enemies Okay 把他们拯救 出来 As long as the judge lived 只要 这位试诗 只要是这位 耶和华神 所兴起的事实 都还活着 Okay 只要他还在活着 那么 耶和华神 就把他们这些 以色列人 都从敌人的手中 都拯救出来 为什么这样做呢 Or the Lord Hor had compassion Compassion 我们前面学过 Compassion 这个字 Compassion 是非常有 怜悯心 Okay 因为耶和华本人 他们有怜悯心 所以呢 Lord had compassion On them As they groan Under those Who oppressed And afflicted 因为耶和华 本身 他是有 Compassion Compassion 指的是 有怜悯心 而且他这个怜悯心 是积极性的怜悯心 Okay 他只要看到 这个以色列人 哎呀 这么可怜 这么辛苦 神就想为他们 做点什么 就是想 起而行之 要为他们 做点什么事情 所以 神有这样的怜悯心 对于以色列人 他有这样的怜悯心 当他们 Groan Under 他们在什么之下 在那里 哀嚎 Groan 是那个哀嚎的 哀嚎的声音 他在那里 哀声 叹气 在那里 哀嚎 在那些 Oppressed And afflicted Them 那些人呢 压迫他们 而且呢 让他们痛苦 让他们非常 让他们受苦的 这些人 他们受欺负啊 因为有这些人 让他们受苦 这些其他的民族啊 或者他们的敌人 压迫他们 Oppress them And afflicted them 让他们受苦的时候呢 只要耶和华 看到这样的情况 耶和华就有 Compassion 他有怜悯心 他想为他们 做点什么事情 每当听到他们 这样苦哀嚎的时候 痛苦哀嚎的时候 耶和华神 就想为他们 做些什么事情 But when the judge died 所以只要 这个事实还活着 耶和华神 所兴起的事实还活着 耶和华神 就想为他们 做点什么事情 让他们不要受 逼迫 受迫害 对吧 但是当这位 事实去世的时候呢 哦 这些老百姓 以色列的老百姓 Return to ways even more corrupt than those of their fathers 每当事实还活着的时候 神兴起一位事实 好 在这个事实的 带领之下 耶和华神 同情他们 可怜他们 不要他们受苦 听到他们哀哭 这个鬼哭狼嚎的 这个样子 哎呀 太可怜的 耶和华神 想要为他们 做点什么 可是当这位 事实去世的时候 这些人又 固态富盟 以色列人又回 又回到他 原来的那些 那些 非常可怕的 原来的那些 错误的道路上面去 corrupt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就是很腐败 很腐败 没有尊照 耶和华神 所说的路上 这个尊照 耶和华神 所指示的路上去 他们开始 又走错 又走错的路了 又不听话了 所以是corrupt 好 corrupt then those of their fathers 他们甚至于 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比他们的祖辈 their fathers 比他们的父辈 还要更腐败 所以呢 就越来越嚣张 越来越坏了 又回到那个老路上去了 OK 固态富盟了 following other gods 所以他们做了什么事 下面告诉你 他们追随 其他的神 这些刚刚都是 小写的啊 没有大写 而且服侍 serving and worship them 而且崇拜那些神 那些奇奇怪怪的神 they refuse to give up their evil practices OK 他们的拒绝 他们拒绝 拒绝放弃 give up 是放弃 他们拒绝放弃 他们这些 隐形 这些恶劣的行为 evil practices 恶行 恶行 and stubborn ways 还有这些怎么样 顽固的方 顽固的行为 stubborn ways stubborn stubborn就是一个人 很顽固 所以他们不断地 继续去行这个 evil practices 他们不愿意放弃 这些恶行 然后呢 他们还继续顽固 坚持他们的方法 therefore 因此 the lord was very angry 这种行为 当然会造成 我们的耶和华神 非常的愤怒 太生气了 让他太生气了 这些以色列人 真是屡教不改呀 ok was very angry with Israel and said 这时候耶和华神 就说了 because this nation has violated the covenant 因为这个民族 nation 指的就是 the nation 指的是以色列人 这个民族的人啊 这个以色列人啊 他们已经违反了 ok 违背了 违反了 violated the covenant 我违背了这个约 就是神与他们 定的约 他们已经违背了 这个约 什么约呢 that I lay down for their forefathers 这是我 放在他们列祖的面前的 ok 我吩咐他们列祖的面前的 放在他们列祖的面前的 这个约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听话了 完全违背这个约了 and has not listened to me 他们一点都不听我的 他们一直都不听我们 从过去到现在 这些老百姓 这是一个完成式 has not listened to me 从过去到现在 他们都不听我的 二十一节 I will no longer 那我就将 不再 I will no longer 不再 no longer drive out before them 我就不再 在他们的面前 赶出去 drive out 是赶出去 赶出什么 any of the nations Joshua left when he died 我就不再 从他们面前 把这些 约束亚死之前 ok 这个是Joshua left 约束亚死之前 或者是约束亚 离开的时候 当他 死的时候 ok when he died 约束亚 约束亚留下来的 这些其他的民族 所剩下来的 其他的民族 当时 没有完全赶干净 有一些没有做完 所以约束亚死以后 他所留下来的 这些民族 那我就不再 把他们 从他们面前 赶出去了 这些民族 就留着吧 就这样 他说 我不再赶 赶走 帮他们赶 赶这些外邦人 把他们赶走 I'll use them 我将用这些 外民族 use them to test Israel 我用他来 测试 试验 以色列人 and see 我要来看看 weather 看看是否 weather 是是或否 weather they will keep the way of the Lord 看他们会不会 遵守 遵行 keep the way of the Lord 是保守 OK 耶和华 遵行 耶和华神的道 正道 这是福音的正道 and walk in it 而且 行在这条道上 as their forefathers did 就如同 他们的列祖 他们的列祖 列宗 先祖 所做的一模一样 看他们会不会这样做 我就刚好用这些 留下来的外民族 我也不再赶了 不把他们赶跑了 就留着吧 这些外民族 我就用他们来测试 以色列人 看他们是不是会 保持这条 保守这条 耶和华神的正道 而且走在正道上 walk in it OK 就如同他们的列祖 列宗所做的那个样子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